小蕊 小蕊 你来干什么 近两天 也不去公司接我电话 你给我个解释的机会 你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出去 不是 不是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这是你妈 是你妈让我做学姐的 她想要报复你爸 我妈想要怎么跟我爸闹 那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跟你有什么关系 出去 不是 你听我说好不好 小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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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这整件事情都是你妈 你妈她让我做的 她跟你爸的关系 你又不是不知 你 你要干吗 回家 那要不然我陪你一块回去 用不着 小蕊 我说 听 听我说 听我说 你说的对 对 你说的全对 如果这是你爸跟你妈之间的事 我确认我说 我是不应该管 但是这时间找到你了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了 我承认我 这次做的确实是过分了一点 但是 但是我都是为你好 你想想看你经营 卧生那么多年 难道你下班辈子 就想做一个 在家带孩子做饭的家庭妇女吗 你 你能甘心吗 不甘心又怎么样 这就是命 每个人的命都是注定好的 如今走到今天都是命中注定 你只能认命 不对 你说的不对 你有的选择好吗 你现在选择就放在你的面前 只要你伸手 你就能抓住 你相信我好吗 这是你上回最好的机会 错过了这次 就没有下次了 陈舟 我告诉你 就算是这样 我也绝对不会 因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把我的亲人 当成垫脚石 踩在脚下的 什么亲人 他 你把他当亲人 他当你亲人吗 你看看欧阳 你看看杜若南 你看看林美娅 那是他的亲人 那是他对待亲人的态度 他连你妈都不爱 你怎么知道他爱你 你妈跟他为什么 为什么反顾生抽 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够了 小蕊 小蕊 对不起 小蕊 你听我说 小蕊 你听我说 算我求求你好吗 算我求求你 别走 小蕊 陈诚 我曾经非常非常地爱你 而且我一直认定 你就是那个能够 让我依靠一生的人 可是我现在发现我错了 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让我感到害怕 让我产生怀疑 让我觉得我现在 越来越不了解你 陈诚 我们分手吧 孩子我会自己养他的 小蕊 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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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 我们两个没什么好聊的 想想我们的孩子 陈诚 你放开我 想想我们的孩子 陈诚 陈诚 我求求你 陈诚 我求求你 孩子不能没有爸爸 我爸跟我说过 你是一个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没有原则 没有底线的人 我曾经不相信 可现在看 我爸说的是对的 我已经三番五次地 警告过你 但你还在试图说服我 让我背叛我爸 你确实挺没有底线的 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不是你爸说的那样的人 你是不是那样的人 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反正我们两个 已经没有关系了 没关系 陈诚 你放开我 没关系 要不是因为你 我怎么会跟林班牙分手 我在你身边 等就做妈那么多年 你说没关系 就没关系了啊 你终于说出心里话了 好啊 那我成全你啊 你和黎米亚复合去啊 反正她才是我爸的亲生女儿 如你所愿了 你放开我 我不会让你走的 走 小蕊 没事吧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没事吧 小蕊 对不起 没事吧 没事吧 对不起 您的孩子没有搞住 这段时间一定要注意休息 尽量保证我有一个好的心情 实在对不起 我们尽力了 我们尽量保证 我们尽量保证 自己的孩子 和众贡 你是怎么照顾她 真是个意外 都是她 晓芸 怎么样 好些了吗 晓芸啊 不要难过 孩子没了以后再要 你没事就行 究竟是怎么回事 怎么能摔着呢 要不是因为你 怎么会跟林安娅分手 在你身边等着做马那么多年 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了啊 晓芸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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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太哗了 我不小心摔着 晓芸啊 晨芸要是对你不好 你告诉我 爸给你做主 晓芸 你想吃什么告诉妈妈 我让厨房给你准备 不要了 不要了 出事了 您现在方便面谈吗 我现在不方便 这样吧 一会儿我回去 你到家里来找我 好的 董事长 好 好 晓芸啊 刚才你听见了 爸爸爸爸有点事先回去 让你妈陪着你 不用了 我想一个人亲一亲 晓芸 对 真的不用你们呗 现在已经很晚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那好吧 我回去让他们把汤炖好 明天一早给你送过来 走了啊 我把汤炖好 你怎么给你带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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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蕊 你跟董事长是怎么说的 我什么都没说 我什么都没说的原因 只是因为我的自尊心在作祟 我不想让她知道 她女儿一直坚持的爱情 有多么荒唐 我也不想让她知道 她女儿最终找了一个 处处想要谋害她的人 晨晨 现在孩子没了 咱们两个之间 就更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 晓睿 请你出去 我 我不想再看见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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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我也是刚刚在网上看到这个消息 就马上通知你了 我已经派人去查消息的发布来源了 不用查了 现在这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我让你准备的材料带来了吗 带来了 好 好 不能再拖了 古董大会 提前到周一 好的 不要 不要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没跟我爸妈说出事实的真相 只是因为我想在咱们两个结束的时候 还能给彼此留下一丝的体面 现在看来使我想多了 怎么啦 怎么了 你再好好看看 这条消息公布出来的时间是咱们两在公寓吵架的时候 我没有时间发这条消息 但确实我有件事一直瞒着你 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想带你见一个人 我arla从家里面减着你 我只能够在家里面减着你 不说我 不能够七八三 我真的懂了 你没有想到这个事 不在医院陪着小瑞 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孩子没了 他在心里面都不好过 但是现在咱们 最大的麻烦不是这个 那是什么 就在刚才 看到网上已经贴出了 欧市集团的财务调查报告 是郑一鸣 你让他这么干的 当然不是 在小瑞没有转变态度之前 我怎么可能 做那么激进的驱动 一定是他自己 先喘不住气了 如果董事长提前召开股东大会 但是小瑞 不拒不接触 董事长的位子 到时候您觉得 那些股东会怎么办 无常令营就辞职 然后 然后 在没有合适的 吉人者出现之前 欧阳 就会顺理成正地 接过董事长的位子 到时候咱们做做的一切 就白费了 那我现在就去医院找小瑞 让他回心转叶 小瑞现在的状态 还有立场 您去了 一点做梦都没有 只会计划矛盾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现在只有一个人 能让小瑞回心转叶 他的亲生父亲 陈一鸣 未经许多年 我会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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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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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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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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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